你也沒想到 既然一起住, 當然要互相幫忙 所以… 你想怎樣 我想找你幫忙 怎麼了 自從我女神走了之後 我可以說是每天都沒膽好吃 不用在這裡考慮, 你也有空就忍居了 不如順便幫忙做三餐 其實我跟你不太熟, 好像不太好 明白 這樣吧, 我買菜來煮飯, 好嗎 對不起, 我還是比較喜歡自己買菜 好, 我… 喂… 喂, 明天來到這裡黏了 你還用黏? 你現在有個大廚在家裡了 她說跟我不熟悉不肯煮 那又是, 她那麼捨孔 不過江湖傳聞這個料理神手 有食物強迫症 這是她的優點, 亦是她的缺點 那又算了 原來有杯麵可以吃, 真的可以吃 真棒, 早餐有杯麵吃 不對, 我還有雪糕 不如今天嘗嘗新奇的東西 雪糕加杯麵 可以想像這樣 雪糕杯麵, 我來了 你想怎樣? 我想做雪糕杯麵 這麼流行的, 你不懂嗎? 你不懂也不要緊, 讓我示範一次 不對, 我還有一個物精 不如混合作物精杯麵雪糕, 好嗎? 好, 決定了, 馬上來 杯麵可以了 真棒 層次全都出來了 為什麼你要逼我? 我沒有, 我沒有逼你 我吃而已, 又不是你吃 而且我又不懂得煮東西 讓我嘗嘗 鮮味全都出來了, 不如你嘗嘗, 好嗎? 很棒的, 很棒的… 你不吃我, 我吃了 不會浪費的嘛 我煮了 很棒的, 我也覺得很棒的 很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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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如先嘗嘗一口吧, 好嗎? 好嗎? 你吐寒了一點點 不是, 什麼孤寒? 你知道這頓飯很辛苦騙到我嗎? 他發現了我, 我沒飯吃了 不, 你先別吃 其實你應該把便當 以小博帶拿去哄Jessica 讓她感覺到你這麼有誠意 成功煮熬的話, 你就不用再賺錢了 是呀, 你是傻的? 我當然想好了這些 問題是什麼? 問題是, 你說你鋪鋪了我 我找不到 那他有鋪鋪你的社交平台嗎 沒有 那豈不是他還在給你機會哄回去 傻瓜 就這樣決定吧